大家好,今天讲一部惊悚恐怖电影《深海逃生》 一对姐妹在墨西哥海边度假 老大花姐性格胆小情深 这部刚被男友甩了晚上在房间伤心的哭泣 花妹胆大洒脱挨冒险 花妹知道姐姐失恋就带着她去狂欢 很快结识了两位小说哥 四人相谈甚还 第二天四人约好去体验一个娱乐项目 近距离接触鲨鱼 一开始花姐表示反对 她前男友曾经说过 这些不中规的项目太危险 花妹说 别扯了 你前男友说话都是扯淡 最终花姐同意 他们来到鲨鱼经常出现的海域 两位小帅哥先到笼子体验了一把 非常的兴奋 里面的景色太美了 花姐花妹穿上装备进入笼子 开始他们有点紧张 但进入水下时就不一样了 水很蓝 鱼很美 关键确实看到了大鲨鱼 花妹很兴奋 花姐有点担心 这鲨鱼一直围扰着笼子转 太危险了 要到船上去 但是在笼子上升的过程中 升降机的架子断了 笼子直接落到了47米的海底 由于下降太快 花姐和花妹晕了过去 等他们醒来 发现对讲机联系不到船上的人员 花妹就等对讲机没有在信号范围之内 而自己的游泳比较好 就游到了水上40米左右 联系到船上 船上的人告诉他 你们先在笼子里面待着 这里有鲨鱼 我们会重新安排一个升降机 拉你们上来 花姐和花妹在笼子里面 等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远处有灯光 他们不停的喊 却也就是不见对方有反应 由于画面的氧气不多 花姐就准备游过去看看是啥情况 花姐为了躲避鲨鱼 就贴贴海底游 不过还是遭到了鲨鱼的袭击 还好花姐躲在石头洞里面 花姐游出了石头洞 前面居然是一处悬崖 下面漆黑黑 深不见底 而灯光就在不远处 花姐最终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游了过去 找到了光源 是一个手电筒 但是此时的花姐已经迷失了方向 根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回去的路 在四处游走时遇到了鲨鱼 幸好被下来救他们的小帅哥向救 但小帅哥被鲨鱼咬死 花姐拿到了生姜机绳索和鱼枪 根据花妹的提示 回到了笼子里挂上了绳索 再游到四十米之处 通知船上的人员可以拉笼子了 笼子慢慢的上升 不能太快 因为太快会让人得减牙病 这种病会让人血中出现气泡 花姐花妹非常开心 终于快要得救了 然而在上升的过程中绳索断了 笼子又掉了下去 这次花姐的腿被笼子压着了 而他们的氧气也快没了 花妹联系到船上的人 让他们扔两瓶氧气下来 船上的人告诉他们 之所以没有早点扔氧气瓶下来 是因为在换氧气过程中 会增加带麻醉的几率 让人产生换卷 并且他们已经爆了警 寒暗警卫队会下来救他们 没过一会儿 杨气瓶下来了 花妹初期换氧气瓶 却在回来的时候 被鲨鱼咬住了 游走了 死没死不知道 花姐很伤心 但伤心没有用 花姐得想办法自救 她想到了用鱼枪勾氧气瓶 但手被划伤了 这都是小事 她赶紧换上了氧气瓶 没过一会儿 花姐听到了花妹在对氧气讲话 姐我从鲨鱼口中逃出来了 现在大量失血 会吸引更多鲨鱼过来 花姐很开心 妹妹还活着 于是想到了 把衣服放在笼子下 然后给衣服充气 腿就冲出来了 花妹带她往上游 但是得慢慢往上游 不然会得减压病 她没有到20米处 必须得请5分钟减减压 在花姐花妹快要上船时 鲨鱼咬住了花姐的大腿 还好花姐抓了鲨鱼的眼睛 鲨鱼由于痛痛松了口 花姐才得救 在船上 花姐看着自己受伤的手 花妹又回到了水底 原来花姐换上氧气瓶后 就产生了幻想 最后海岸警卫队救了花姐 而花妹的确已经死了 被骗完 我是凯特公子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